2024年1月第一周 新游周报 六款新游介绍 西游 琉璃展 Glase Cup Journey to the West 由黑暗维度开发 lighten game发行 穿插肉鸽与解谜元素的横版动作游戏 以人 妖 鬼神并存的三节为背景 讲述西游老沙取经之前的故事 大胡子将在收集琉璃展碎片的过程中体验生命死别 爱恨情仇 游戏有着不同的剧情分支 也会有不同的冒险场景 不同的组队同伴 某些场景可以切换同伴进行战斗 因此游戏难易度也会随着剧情抉择而有所不同 本作诸式水墨风格的美术和大比例的神怪boss设计是其另一大特点 但demo的手感稀碎 人物动作僵硬粗陋 犹如真正的皮影戏般脱离时代 希望正式发售后有所改善 灰色之夜 The Night is Great 点击是冒险游戏 玩家将扮演格雷厄母 穿越充满奇怪野狼的森林 帮助废弃小屋里的迷路女孩 找寻通往安全地点的道路 游戏人物使用像素美术设计 形象生动 以故事为驱动主轴 但缺少中文支持 希望尽快更新 分别之日 The Day Before You Gone 故事发生在一个中世纪奇幻世界 主人公妮可发现了自己的魔法能力 同时她又深爱着林镇的一个普通人 一场天灾将帝国一分为二 人民之间爆发了敌意 妮可意识到自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人了 她还有机会让时光倒流满 是追逐爱人的脚步 牺牲亲人的命运 还是接受命运的安排 游戏中的因果系统 允许玩家根据选择迈向不同的解决 游戏采用手绘的欧式游彩风格 100多富裔术化 以及荡气回肠的BGM 演绎了一出俄式分裂的悲凉故事 期待中文 TBNDE CAKE BASTERDS 结合奇幻元素和跑酷动作的简陋板 静置边缘 主角需要运用自己的跑酷技能 逃离地狱TV拦路恶鬼 每个关卡都有多种路线 让你可以自信走出各种不寻常路 该游戏最大的特色 就是全程用脚踢来完成所有动作 不管是门还是怪物 都可以透过冲刺与踢机来快速通过 而画面也仅以红色与黄色的物件 来提示跳跃与踢机的位置 不会有太多的视觉干扰 游戏没有中文 应该一看就懂了吧 冬日狂想曲 Winter Memories 是致命向苏绅士名作夏日狂想曲 相间的难忘回忆的续作 故事设定于前作半年后的冬日 弟弟再度回到熟悉的环境中 冷嗖嗖的天气 就让阿姨和姐姐陪伴身侧 好好暖和小弟弟的身心吧 本作设有露营 温泉 钓鱼 登山等采集系统 身为一名时间管理大师 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 妥善安排每日计划 让小弟弟从早站到晚 度过充实的冬季 原本Kagura的擦边游戏 我都不收录的 但是本作的Steam关注度 竟然都过万了 可想而知 有不少大兄弟渴望着这个冬天呀 传送门 革命 Portal Revolution 备受期待的大型MOD 所有拥有原版游戏的玩家 都能免费获取 游戏故事发生在 传送门2事件发生之前 内涵40个全新的谜题 并提供一系列新的游戏机制 预计游玩时间5到7小时 本MOD也将延续 原版游戏的流程 从简单快速的关卡开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每个房间的复杂性不断增加 熟悉开发者Stefan Hines承诺 大多数谜题都将围绕着 逻辑思考展开 而不是手速和反应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发生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